嗨,大家好,我是小思 今天呢,是我們學校的最後一週的課程 所以,也是我最後一個school vlog 這一週我也會跟你們大家分享我最後一週的課程 那我們趕快去學校吧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盼頭的audition 那我絕對不是最佳人士來跟你們解釋什麼是盼頭 所以我讓我同學來跟你們解釋 這是一個演出在英國的課程中 它們都是廢話的 Cinderella,Snow White,Peter Pan 然後有設計的笑容 和設計的事情 有很多固執的笑容 有很多觀眾的參與 謝謝你告訴我們 謝謝你 謝謝你 因為盼頭是 meant to be really funny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audition之前 我們全班要圍一個圈圈 然後大家講個笑話 讓自己氣氛變開心一些 所以不要有那些沉重的氣氛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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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可愛 我的心情是很重 它是很能力的 不只是歌曲,它是一整個舞台 你真的有意義的 在一種意義的 在一種意義的 你不做得很重 因為你的臉是很大 但你也知道你唱得很好 它是很能力的 在你身上的身體 而且是很自然的 我喜歡的事情是 你沒有離開那位置 但整個房間的能量 就直接進入你 就像是在那裡 我們現在是午餐時間 我們剛剛早上導演是先聽DC的歌曲 等一下午餐過後 我們要再唱流行歌 然後帶走劇本 那我們待會見 就說 來吧 我們要再唱流行歌 I think we missed the mermaids Mermaids? Real life mermaids? Yes, real life mermaids Problem like mermaids? That was popular A proper sense of heightenedness But still keeping the truth With everything I always think of Panto It's all about the spirit of adventure Everything is Big, it's dramatic But it's all rooted in truth as well 下雨囉 我們剛剛下午在上課的時候 外面就在下大雨 還打雷,超大聲,嚇死人了 今天導演給我們非常非常多的筆記 雖然腦子一直在轉一直在轉 有太多的東西需要消化了 但 很開心 我們今天的課其實有點晚下課 因為我們最後也問了很多的問題 然後也問了很多關於我們之後如果進到職場上面的一些 問題 所以就脫了有點久 所以我現在要趕快回家 那我們 明天見 9 2 3 4 5 6 7 8 9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呃, 她, 我感觉到外出的房间,你会有最大的风格的风格, 这就是我 拜拜 我们刚刚早上跳完了Week It 还不错,很多feedback 但今天也有很多的惊喜 因为我们刚刚被通知我们今天下午的老师 我们今天下午本来是Agent Workshop 但是她的伙伴今天早上taste positive 所以我们下午的课都被取消啦 那我们现在要先去吃午餐 然后我们可能会去买个donut 然后晚点再给你们更新我们之后明天跟后天的课程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现在有点大乱的感觉 哈喽大家 我们刚刚收到了学校的email 我们明天的课程是确定都先取消了 因为 因为我们明天的课也是跟我们今天的那个Agent要做workshop 那因为他没有办法来 所以我们就明天的课程也取消 那我们再来还有一天的课是在礼拜四 也是整天的一个Mork Audition的workshop 因为学校考量到covid的情况 所以他们决定把我们大家都分开一对一的进讯跟Agent做Mork Audition 每个人有20分钟 所以我们就时间到了再去 就不会像我们平常上课一样 就是所有人都会在那边然后听一个一个唱这样子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现在最新的更新情况 那真的是充满的惊喜 就突然间好像今天就变成大家一起上课的最后一堂课 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但也只能这样子啦 嗨 嗨 不过来就会给你 别的事 谢谢 我会给你拍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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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友善,很冷,你不向自己的辩抬 那是好,你永遠失去 你活着做的事,我必須說,你很棒 謝謝 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能解決那些 你給你動作 你一件事,我會說,我想更多力 只是一點點 真的嗎? 你不是嗎? 然後唱完之後經紀人就給我一些feedback 還不錯 我覺得是還蠻有用的feedback 然後我也問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突然間看到有人覺得 啊 問題一直來 我覺得他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回答我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我非常的感謝 那今天應該就是我最後一次來到學校 那我之後就要搬去德國啦 我差不多在兩週三週就要搬去德國了 所以我對於未來的規劃一下 目前其實 還不是說非常非常非常的明確 但是有一些想像 跟有一些想法 那我大部分的同學是還有在做第二年的training 那很可惜我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度過第二年 所以有點感傷 那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突然間好像大家怎麼沒有辦法 就是一起結束一堂課 所以有一點可惜 那這大概是我這一次影片的尾聲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朋友也記得要幫我 分享 按讚及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 感谢观看